马上再回到香港现场 因为下午气氛速度火爆 像是旺角出现了大批反战中 民众直接拆帐篷甚至护殴 马上连线持续守候在香港的记者 郁佳妮 佳妮 佳妮不行 这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现在情况是非常的混乱 记者现在呢就在香港的旺角 那旺角呢其实是四个占领点的其中之一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因为今天已经回复正常上班上课 而且呢香港特首梁正英 在昨天已经做出回应 而且说很快的要跟学生来对话 不过呢学生呢还是持续的占领 因为他们认为占领的地方呢 才能有筹码来跟政府谈判 那其实呢这种举动呢 也引起了居民跟一些商家 非常非常的不满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其实双方呢现在都喊出 不同的口号主要就是因为呢 当地反对的军队 反对站中的居民呢是喊出要清场 要求警方来协助清场 但是呢也有部分的民众呢是支持学生 刚刚所喊的口号就是支持学生 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许多居民已经报警了 是希望警方能够来处理 可以赶快把道路恢复通行 其实呢在香港很著名的迷敦道 也就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其实呢在刚才的时候呢 卡在道路上的巴士 都已经是把它送走了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回复道路通行 而且呢同学所占领的这个帐篷呢 还有一些遮宇棚呢 其实都已经被居民给拆除了 就是反对站中的民众给强制拆除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响应呢 其实可以看到有些民众身上是别着蓝丝带 那其实这些蓝丝带的民众呢 是支持警察的 认为警察应该要果断更严格的执法 才能让他们的生活赶快恢复平静 但是对同学来说 其实他们也很担心这样的状况 因为一旦他们被警方清场的话 他们就没有谈判的筹码 而且站中活动呢 可能就要就此结束了 那学联稍后会不会做出回应 甚至宣布暂停站中呢 那一切呢 我们都会为您掌握最新情形 以上是目前现场望角的状况主播 好的 看起来呢 现场的状况真的有些混乱 谢谢佳妮